在第三分局分局长同保贤 副分局长许耀斌以及八读所所长邓玉勋等人陪同下 身兼第三分局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的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特地到八读所制证红包关心事发当天 另外一名受伤廖姓女员警恢复上班的情况 当天也有一位女警在现场 那她有这个受伤嘛 那今天代表三分局我们第三办事处来这边慰问 那也借由今天这个机会提醒我们警政署 关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人民保姆警察同仁的一个安危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执勤的这个 就是现场的这个整个氛围 这个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不是说只有老百姓在保护 包括我们远景的一个安全措施 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2月29号八读所苏信远景遭状不幸训职 后市伤账费用大约80万元 全数在基隆市警察局警友会理事长张敏斌 以及第三分局基隆警友站第三办事处主任杨秀玉 以及顾问们全力处理下圆满完成 也受到三分局由衷感谢 因为这次的商账费那也有我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警察自由会的张理事长 还有包括我们那个那个就是科打饭店的科董 有一起来针对这个商账费一起来协助 那秀玉在这边感谢我所有的这些顾问团 真的大家都默默的付出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他们也对这次商账费有全力的支持 那在这里感谢他们 感谢我们第三办事处主任蒂林 那我们本分级巴鲁所来给我们相关同仁慰问打气 那在这事件发生之后 一些商账服务师 感谢我们理事长还有主任 还有相关各界的鼎力帮忙 那我们巴鲁所相关设施设备 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已经都修复完毕 已经恢复常态性的勤务运作 这边再次感谢大家的协助跟关心 杨秀玉也在现场了解 遭状整修后巴鲁所的各项设施复原 以及强化防撞的安全设施 希望让园警们执勤师更有保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